不管怎样的悲欢离合 初见主要让彼此印象深刻 才会有后来的故事 就像我们的第一次相遇一样 也注定了有后来的故事 我们之间不可能有故事 我们希望许小姐 能够做江南的私人助理 最好跟她形影不离 我跟江南 形影不离 做饭去吧 我是来当助理的 又不是来当保姆的 一个意思 你们住在一起了 各位 这位就是我的女朋友 许多诚 那可是我的初 照这个情况 用不了几天 就可以吃喜糖啊 你和许多诚真的可以试一试 男未婚女未嫁 说不定许多诚真的是你的真命天女的 原来我所有的好运都是为了遇见你 你喜欢我们家城城什么呀 许多诚想要的 只是简单的生活 她只希望过好每一天 她从来不追名逐利 她真心实意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位朋友 她简单 纯真 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无奇的女孩 让我一次又一次心动 我想问 我还有多长大时间 一般来说啊 是三到五年 江南 对不起 我失言了 以后不能再陪伴你了 我的存在 只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麻烦 我警告你 不要再招惹许多诚 有什么怨气 冲我来 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还不是因为拜你 还有你那个疯子骂所赐 我告诉你 这件事我肯定会深挖 现在你朋友搅合进来 我不敢保证会不会被辐射到 你是不是觉得什么都特别容易啊 可是你知道吗 对我来说 活着就已经够难了 希望你能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 那个人 也像我一样喜欢你 我能跑红你 少爷能毁了你 许多诚 你为了这个女人 命都不要了吗 智琳你刚刚是在干什么 这个病案能治好 肯定能走 跟爸走 跟叔叔 走吧 叔叔 这都真是治不好的 徐大成 你可不可以不要离开我 你不是说 你想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痕迹 那么以后我的每一首歌 都有一个年的版本 江南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给了我一个又一个的好运 让我最后的时光 变得那么幸福 我想要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就好像冥冥之中 我在这里 找到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你 咔 我要的是真 真 真 真才能打动观众 就 libr了 中文字幕尽 看你 这么不容易